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3日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愣愿看世界》的VALS节目 我呢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题目,在这个视频中提到这个StoneG了,已经至少是两个多月了 这个,但是我今天看这个StoneG又发两个视频呢实在是太,太惊悚了,我实在忍不住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我们都知道呢,这个StoneG过去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这个,在这个拉斯维加斯买房 这个很恭喜他买了这个很豪华的这个房子,自叹不如啊,我要是我们家住的没有他这么豪华,装修的这么好 当然也是这个无数这个StoneG的这个粉丝集体贡献的结果啊 但是今天他刚刚发这辆视频呢,实在是非常惊悚,而且呢,这个我实在是忍不住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是很敏感的东西 一个是说这个,如果中美开战,在美的华人会不会进集中营?这个说实在呢,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一个这个中国人呢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啊,但是这个StoneG是不是还拿过来这个说一说 哪怕中美现在关系再不好,也不可能就是影响到这个在美的这些华人和中国人 当然StoneG给出这个结论呢,他就是,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使劲给大家说呢 大家放,把心放肚子里,不太可能的,这个我同意 但是说,他说完这个原因之后呢,这把我这,实在是吓得不行啊,这太惊悚了 他说了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中美开战呢 中国马上就是不堪一击,今天呢,StoneG的两个视频都是说压倒性的这个两方这个竞争,一方不堪一击 这个是,这个如果中美开战,美国会这个瞬间把中国扫平 这个三天之内,中国马上这个宣布战败 然后另外一个视频,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的什么呢 他说今年这个美国总统下选呢,这个特朗普如果打拜登的话 也相当于是这个,这个叫徐晓东打郭敬明,也是完全压倒式的不堪一击 说的这个特别搞乐,等会给大家讲这个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这个不堪一击 就是中国如果跟美国开战的话,中国会不堪一击啊 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 以现在来讲,美国打中国 我可以跟你们说,三天基本上战争就结束了 三天 这个确实实啊,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中国这些领导人 如果看了斯东这视频,会不会心里霸凉霸凉的 这个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呢 六四年就造出原子弹 然后又过两年多造了清淡 完全就是为了这个国防吧 之后呢,又是这个军费呢,也是增加很多 现在中国在全世界这个军费呢,仅次于美国拍第二 这个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呢,花了一个重金来提高自己的国防水平 但是呢,在这个斯东记的原理 这个差不多十年前出国这个斯东记吧 中国仍然停留在这个旧社会的这种程度啊 不堪一击,而且等会儿大家会听到这个斯东记吧 中国比做是这个,比旧社会还要旧社会 大家等会儿就看见了 就是这个中日甲乌海战的时候那驱逐比那个 就是还要这个一边倒 我觉得呢,这个确确实实也挺打击这个中国领导人这个信心的 弄了这么多年白弄了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布什时期就不到二十年前吧 打了两场战争,一个是这个阿富汗战争,一个是伊拉克战争 那个时候呢,起码也是费了一点劲儿才把这个塔利班呢 还有这个萨拉姆政权给消灭了 应该也是这个小几个月的时间吧 没想到这个中国只能承受三天时间 这真是连这个塔利班这些恐怖分子政权都不如 而且呢,连这个萨拉姆政权都不如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如果呢,你要是说,当然要是说那核武器死伤够惨重 咱们不说核武器死伤惨重不惨重 我能告诉你,如果打核战的话 一天的结束了,你来不及进集中营 所以呢,你最起码你把心放动的力 你肯定不会进集中营的 那么,很多华人的结束 会不会,首先你就不要想那个 很快这样战就结束了 如果打常规战的话 这个,我觉得他的结论呢,我还是认同的 这个,美国的华人呢 就算是中美开战也不会受到太多的这个冲击 这个我是认同的 而且中美开战可能性呢 基本上呢,接近于零 中国需要警惕呢 就是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前呢 美国会不会在这个东海、南海进行一些这个碰瓷 但这个呢,最多也是小规模的这些 很小规模的这个冲突 不可能是发展到这个常规战争什么的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再看到后面说的这个 中国如果跟美国开战 中国本土会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毁灭性打击 我以前说这个中国军队能够打仗那期的时候 当时也是这个很争论性很大的一期啊 你们可以翻过来 2018年,当时我都说了一关 我到现在我没有改变 中美开战之后48个小时 前48个小时 还能打一下 就是说中国还有飞机能起飞 美国的战斗机大家打一下 那基本上呢,就是美国战斗机把中国战斗一个一个都打下去了 48个小时之后 中国没有任何一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再能够从中国的领土上再气飞了 这个说的 可以说是 不能说完全为人耸听 因为美国这个打击能力确实强 如果中国跟美国打的话呢 看在哪打了 如果是在 这个中国福建打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有利打的 而且中国不一定输 但是如果在远离中国 就是中国这个军力能够覆盖的范围之外 那肯定是打不过美国 这个必须承认 但是如果真是在这个中国本土打的话 我觉得中国不会这么不堪一击 因为中国的这个导弹呢 还有很多这个常规武器 包括对于这个航空母舰 还有新造航空母舰 还有对于这个对方航空母舰 在这个公海区的这些攻击呢 全都是有一定威力的 我觉得 并不是说 一开战 中国完全没有这个还手之力 所有的这个机场全都会被炸掉 这又是觉得 完全 这个高估了 美国这个军事力量吧 这个打击能力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只有48个小时时间 对 金灿荣说什么 说几个小时之内 美国 就是说中国就能够把美国在东亚的 所有的军事机率扫到进风 我告诉你 48小时之内 美军把中国大陆 所有的军事机场 民主机场 全部清空 这个金灿荣说的也是过于乐观 这个斯东说的也是过于悲观了 这两个就是说说就行 主要是这个 以这个 忽悠老百姓为主的这种 没有任何一架飞机 能够从中国大陆起飞 我告诉你 就是48小时 你不信你看着 当然我不认为会打得这么激烈 我可能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军 大家掰一下 一触即快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中国要打的话 如果真的全面认证 就48个小时 就完了 后面你讲一没有空军的这样认证 就结束了 你的地面部队跟靶子一样 人家的空军在 打伊拉克战争不也是吗 你让你没有空军之后 人家的分级在上面 对不对 那你下面订阅部队 就光正来动了 这个把中国完全比成 这个伊拉克当时的萨姆政府 这个完全也是很荒谬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导弹呢 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呢 中国这么多年 虽然没有打过仗 但是一直呢 都没有停止这个最新武器的研制啊 还有这个一些模拟的这种演习 那这个肯定是 这个演习过肯定是上百次了 还能干什么 除了来走就来走 对不对 就结束了 所以很快 三四天 这样就打完了 级军营 就算叫建军营 级军营还没建起来 你还没进去了 战争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 甲乌海战式的战争 甲乌海战 不如清智所 他不可能有任何的 就是说 还市军力还打起来 根本就不可能 想都不要想 你们把事想的太复杂 想的简单一点 不用担心 就是说 日本吧 他那种当时的 军国主义教育 导致了很多在美国的日本人 真的是心系组合 身孙在曹农 心在汉 心系组合 他真的是是一个帮助 就现在在美国的华人 对他们老公可以说是深恶痛远 所有那些所谓的 我支持共产党的 都是想的什么 想的都是说 我支持一下 回去我怎么捞点好处 我怎么能够升官 怎么能够发财 他想象成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不是说特朗普 这个史东基 他完全是生活在自己的 一个同温层 我们看他下一个视频 就是以川粉刺激的视频 他把美国老百姓 全都是想象的 全都是特别支持特朗普的 全都是对民主党 有怒不敢言 很多都是这样的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忽略了很多 反特朗普的这些 美国国民的存在 同样像他刚才说的 他是完全看的是 自己这个政治立场的人 抱团取暖 觉得呢 都是反中国政府的 但是他 没有看到很多呢 还是这种 站在中间 就是说并不是说 恨美国政府 也不恨中国政府 并不是说 跟美国政府走得特别近 也不跟中国政府 走得特别近 而不是说 像他说的 就是很多都跟他一样 这个 一些民运组织吧 还有法轮功也好 当然这个 死东记不是法轮功 就是完全是 非常非常痛恨 这个北京 因为 这个 我们很多人 这个父母啊 亲戚啊 还有财产的 不少都是在中国 不可能 这个 这么就是想 断的跟中国一干二 一清二楚 是不可能的 这是做不到的啊 而且 说实在的 我们都经常回国 死东记可能 这个出来之后 没有再回去 因为某些这个 安全的原因 政治原因 但是 像我 每年 或者说至少两年 我都会回国 而且待一段时间的 所以 不会像 死东记说的 这个在美华人 真的就这么恨 这个 中国共产党 没有这么 严重 这么极端的 而且 我们很多人呢 都是 可以说是在 这个改革开放的 这个受益者 在这种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 我们自己作为 这个受益人呢 不可能去 恨一个 让我们受益的 一个这个 政权 而且 出来之后呢 我们也是能够 看到 这个 美国 也并不是说 像他想象的 这么完美啊 也并不是说 一个这个 成为一个完美的 看模 我们都是很清醒的 不会像 这个死东记 说的 一看那边 结束了 他还支持谁 就那帮孙子 我跟你说 就所谓那帮孙子玩 就最大五毛钱 就像染香这种 染香这个我不太了解啊 我就那个 不给大家播了 我们再看他后面说 这个中国人学英语 是为了什么 疯了 知道吧 就那帮个玩意儿 出来马上找养老外 跟他嫁了 那时候 你只让那帮人 活拔道吧 那不是 所以呢 就基本上不用想 知道吧 就是中国人现在都得 好好学英语 学英语学什么 就是 这个我觉得也是 死东记这个说的 这个最有意思的地方 中国人学英语 完全是为了这个 将来美国打中国的时候 给这个外国人 开道了 这很多都是这个 叛徒啊 我觉得 这 这 这在国内的老百姓 网友可以说 是不是 真的 发生这种情况 你们都会积极的 为这个美军开道啊 知道吗 基本上不用想 知道吗 就是 中国人现在都得 好好学义 学义学什么 就是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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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 可能 死东记 当年没出过的时候 如果这个 发生这个 美国进攻 中国 我估计 死东记 可能会这样 就是很快的 头成啊 头名状 都在美军前面带路呢 遇刺 所以呢 不用太担心 在美华人 真的不用太担心 真的就是说那种 就是说 你说有没有辫子军 对不对 张什么 张圈复闭 辫子军 这种 不能减辫子 减了辫子 我要上张 有没有 有 可能有那么几个 但是真的也不多 所以呢 真的 把心放在我里 我觉得就这两点 告诉你 不可能 首先 你就不可能 他就不可能 进去 有没有 其实即使建了 你还没来 再进去 这就已经结束了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也是这个 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 死东记的 这个 很牛逼的观点 服了 好的 如果请的话 欢迎你支持 电影频道 我很快给 这个 大家再 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 他今天发的第二个 这个一边倒的视频 就是特朗普 这个 赢拜登 就跟这个 习小冬打 郭敬明一样 这个视频 敬请关注 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 电影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